中医院议长贝纳说 国会可以自行做出这个决定 我不认为我在和任何人过意不去 贝纳为其打破常规 邀请以色列总理就一核谈判问题 向美国国会发表讲话的决定辩护 据报道 白宫对国会没有就这次讲话 征询白宫的意见非常恼火 因为一核谈判据说正处于敏感阶段 奥巴马总统表示 这次讲话将影响美与关系 并且担心情况会迫使国会民主党成员 在反对奥巴马政府 或者反对以色列的问题上选边 奥巴马说 这不是一个共党和民主党 或者利弗德集团和共和党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问题 是一个超越政党的问题 3月7日的讲话过后 两个星期就是以色列的大选 有人将这次讲话视为一个政治动作 给予内塔尼亚湖一个讲坛 对伊朗讲话强硬 以加强其竞选连任的态势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 以色列的某些坚定支持者 已经给我打电话表示极大愤怒 他们是内塔尼亚湖的支持者 因为国会讲坛将被以色列和美国政治所利用 但是保守的犹太人组织 以及保守的国会议员所看法不同 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埃里奥特 埃布拉姆斯说 他们是受到伊朗威胁的人 伊朗人并没有扬言要消灭美国 因此内塔尼亚湖要是有机会对美国国会讲话 而且我们也知道国会即将就此采取某种行动 那么以色列总理此时很难会说不 说讲话没有那么重要 有关这次讲话的问题 使奥巴马和内塔尼亚湖 本以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自由派的美国犹太人组织J Street的阿兰·艾纳斯说 很难设想内塔尼亚湖的想法是什么 不过唯一逻辑性的解释是 他刚刚了结了同本届白宫 以及本届美国总统的关系 决定在国会山全力寻求共和党人的支持 国家关系委员会的埃布拉姆说 情况很糟糕 我认为非常遗憾 不过我也认为无需夸大事态 了不起这是一个奥巴马和内塔尼亚湖之间的矛盾 不是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 美国和以色列国内呼吁内塔尼亚湖 取消这次讲话的呼声越来越高 不过内塔尼亚湖已经誓言不改出众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